低竿右塞 低竿左塞 说错了 不会吧 现在还卡吗 现在还卡吗 现在再卡 我就换个信号源 好了 我估计人多了 哎呦卢卡 下次你们再说 我就换个信号源 现在有新的信号源 好 天机会第二次上手 这个局面 很有可能一干打死 两边都可以啊 左右都随便 它是往这边在走 肝下低了 可以带一下红球 还好运气好啊 智能纠错 他自己都没想到 这一干 为什么会打成这样 嘴里 骂麻烈烈 直上 我们现在看二十五分 然后一二三 这三颗色没有问题 三八就是二十四 就已经过半了 就五十分以上了 然后还这一颗 还要这一颗 还有五颗 五八四十六十五 但打不死 要打六颗才行 要打六颗红球 已经打了一颗了 已经打了一颗了 我们数到红球 第二颗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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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桿呢 可以先來叫這一個 但是不保險 但是也可以來叫這一顆 喔 還是要先打 酷邊的球 這個球呢 稍微有一點點的冒險 你就會再看角度 沒有問題 哎呦 怎麼打薄了 不過還好啊 現在盧卡上手之後呢 全在邊上 全在邊上 不好搞 這個球想一桿打完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喔 不過他這一桿可以去K啊 他要是發瘋的話 真K 8 呃 戴口 感覺這個戴口偏小 不會不會不會 實際上啊 呃 很多愛好者對戴口大小 影響進球有個誤解 有個誤解 並不是戴口大就好進球 戴口小就好進球啊 不是這樣的 那種的話要大幾毫米去了 在一毫米以內的話 實際上大小都差不多的 他這個戴口大或者小 有前提哈 在一毫米 差距 戴口大小是無所謂的 戴口好進球的關鍵 啊 不在於大小 而在於石板 石板這裡啊 我們稱之為這裡深 或者是淺 這裡啊 影響到是否好下球 這才是關鍵 他石板往底的話 我們叫比較深 比較深呢就好進球 比較淺呢就是往外 石板往外就不好進球 呃 經常聽見 一些人在說 哇 這個台子 8.0的口 這麼好進球 做的多好 實際上他們不知道 只要把石板往前推 你做到7.5的戴口 他都好進球 所以說很多人對器材啊 他是一直半解 不是很明白這些東西 21 這一局小和尚要想直接打完的話 還是相當相當的艱難了 你張阿少利文來打也難了 除非打卡特那一局 是吧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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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型呢 三顆紅球還有鐵邊 那怎麼搞嘛 沒得搞的 你要真想一桿清台呢 除非狀態特別好 不是說清不了啊 職業球員 誰都有可能 把四顆 貼庫的紅球清光 但是那要非常好的狀態 看看這一桿 翻帶成不成功 那翻不進也沒關係 謝謝 謝謝 丁俊辉翻代没翻进 布里切尔翻代就翻进了 不是你可以现在调超轻 这手机你可以调超轻 我现在不敢动一动他们又要卡 这是故意站点 这肯定站点的不用摆 打篮球 刚才故意站点的目的是为了这一步 同志们啊打蓝可以红 没可以好没可以好 这个球肯定打的 有个小车20 好球 但是但是但是有但是 只能做一杆 做十这杆没法解 没法解 黄球离绿球太近了 解不好 就是菲博 只有这一条线 没有第二条线 加油赛 哎呦他是 他家 哦他走两库 这样不行 要不要给他摆回去 哦要打 这样来走 他是走右边的带 这样没走好 没走好 来再来搞他一下 把绿球放在来 母球呢放在来 来这样来搞他一下 嗯 就是这样想的 在瞄了 同志们 看着 两个球都跟着线走 琴呢 哎呦篮球 好像能打到 哇 刚才小和尚这样让我想起了经常我们在视频平台看到的那个光头啊 哎呦天哪 这是要成神仙吗 再来 你们想起那个光头没有 就是打那种反角度进球那个光头啊 老外 哎呦 这个他还想保重的嘛 他这应该是怎么想的 呵呵呵呵呵呵呵哈哈 довольно 哪是什么嘉里无二讯啊 你视频的光头不是打比赛的 就是让球转的乱七八糟转的那个 我刚才布雷切尼这一干怎么想的 没搞明白啊 5 对 用大头干 打斯洛克那个 他不是母球特殊的 他有时候用的大球有时候用的小球 刚才布雷切尼是薄中带真的是在薄中带 他连打了两颗他兴奋了 好球 你球 OK 11 搞定 10 stabilized 降wig Pirori 继续